粽子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 一开始就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角鼠 一种是统粽 此时的粽子 不甜也不咸 粽子当时可不是端午节的吃事 仅仅作为祭祀用品 去源头江之后 人们开展大规模祭祀活动 粽子才成为端午节的标配 到了未经时期 粽子开始出现不同的口味 难为史书记载 粽子里会包进红枣 反例 蜂蜜 很明显 这是甜粽子的做法 那时候的古人 已经开始研发奇葩口味粽子了 晋朝记载 禀南地区会用无花果做粽子 无花果口味香甜 这种粽子做出来肯定是甜口的 在宋朝 冰粽 蜜剑粽子是网红 世人杨曼里就描写个冰镇粽子 吃的时候还要沾上白糖 蜂蜜 果人蜜剑粽子在宋朝也很流行 文献记载 粽子里除了加红枣外 还有松子 葡萄 丙吉吃火苏东坡 甚至还吃过杨梅线粽子 定兴奋附施 孤独盘从前路旧 死于总迷的杨梅 一直到宋朝 田粽都是粽子主流 贤粽还没啥存在感 直到明朝 贤粽有了历史记载 朱与山坊爪步 记载了初六粽子的做法 贤粽总算有了明确的始料之称 但可以看出当时粽子也是以甜口为主 到了清朝 贤粽彼逆袭 火腿粽子被进攻入宫 马上就成了顶流 圆梅紫园实丹 记载了火腿粽子的做法 一大块火腿直接包进粽子 苏东坡来了 也要缠哭 为何我早上的五百点口会 从历史上看 田粽比贤粽的记载多得多 年代也要久远得多 如果非要一针 这局是田粽赢了 所以你爱吃田粽还是田粽呢 优优独播剧筷 од